今天要介绍耳湾的这个社区呢 是四大金刚社区里面 最最最最最最便利 地理位置最好的一个社区 如果你是要找2012年之后的房子 然后你要注重社区的便利性 同时间你也想要你孩子上的学校 没有那么割喉的话 今天这个社区 你可以考虑一下 嘿大家好我是Edan那个卖房子的小镇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认识我 我是一个在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 那这是一个专门介绍南加州的房产频道 如果你是对南加州的房产有兴趣的话呢 这个频道订阅下来是不会错的 那如果你是未来在南加州 有买房或卖房的计划 可以加入微信 打我电话 我的LINE一般会在这边 然后对于不能少QR Code的朋友呢 我的联络方式都在这个影片下面的资讯栏 欢迎找小镇免费咨询你南加州的房产需求 好那这系列的影片 我会继续跟大家介绍 LINE大家比较感兴趣 或者是讨论度比较高的社区 如果你是未来想要入住南加州 这个公认首选的城市 这系列的影片看完 你就比较知道你适合住在哪里 那今天要介绍的社区呢 是叫做Cypress Village 那这个社区也是北尔湾四大金刚之一 那这是位于四大金刚最靠近尔湾中心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是北尔湾最最最便利的社区 这个社区的总面积约为331acre 在我之前介绍的Woodbury小区的旁边而已 那把这个社区围起来的主干道呢 分别是东西向的Jeffrey Road跟St. Kenyon Avenue 还有南北向的5号公路跟Trabucca Road 但是等等 这是Google地图上面给你的范围 实际上133公路靠近大公园社区那里还有一小块 也是属于Cypress Village社区哦 那它叫做Cypress Village East 那这一块呢是比较后面才加盖出来的 那Cypress Village主要的部分呢 它里面的房灵都是2012年到2016年的房子 Cypress Village East 这里呢是从2016年盖到2021年的 而且呢这一块还有尔湾为数不多的稀有社区 那看到后面我会跟大家揭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稀有社区哦 好那为什么Cypress Village可以说是 四大金刚里面最最最便利的社区 因为它是位于贯穿南北向的5号公路 跟东西向的133公路的夹角 因为它临近尔湾主要的三条高速公路的 三角交汇处边上而已 那你上高速公路是极其的方便 你往北要去LA 往南要去San Diego 靠这个5号高速公路就可以了 那它也不像其他比较靠近三边的社区 你local要走好一段路才能回家 而且它是靠尔湾城市的市中心 它离大新医院近 去尔湾的Spectrum购物中心也是极其的便利 靠近尔湾Spectrum购物中心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有很多的好工作机会 像是科技公司 生物科技 制药公司也都汇集在那边附近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上班的话 是很方便的 那整个社区是2012年开始建造的 那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社区 它不是门禁小区 在社区的北端 先会是Jeffrey Road的这个公共步道 然后就是Jeffrey Trail Middle School 那在这个中学的旁边呢 还有一个大的社区公园 叫做Cypress Community Park 跟Cypress Community Center 这个社区的活动中心也是在这边的 那再往南边下来呢 就是有很多可以供出租的公寓 然后才是这一些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的 连排别墅跟独栋别墅 在这个社区的正中心是Cypress Village小学 那小学的两边各有一个公园 那整个社区的公园总共有五个 公用游泳池会有三个 那社区里面包含下面这一些 给居民使用的公共设施 这里有两个足球棒球 可以综合使用的球场 然后一个全场的篮球场 两个半场的篮球场 还有三个网球场 一个排球场 还有一个温泉池 还有四个小型的儿童游乐园 然后有十一个烤肉台 那这个社区里面的树荫也是挺多的 那适合跑步 遛蛙 整个社区的规划很整齐 小区里面的道路 也让人家感觉比较宽大一些 那住在这里要买日常的生活用品 除了可以去旁边的 Woodbury Town Center 还可以去社区对面的 Cypress Village Shopping Center 那在这个购物商圈里面呢 有Albertson 美式的超级市场 还有Coast 有Coast在的地方 小镇是很喜欢 因为你在那边不需要打包 就可以直接退怀民 Amazon要退的东西 那银行方面那边有Wales Fargo银行 然后有UPS邮局 那在那里的亚洲餐厅 也比Woodbury Town Center还多 有日式的算算锅 有韩式烤肉的越南料理 然后如果你要去中国超市的话 一样过个5号高速公路 就有一个九九大华 那边有更多的中式料理 亚洲餐厅 那讲到教育这方面 在这里的家长 他们要接送小孩子上下课 是真的非常的省心 因为这是四大金刚里面 唯一一个小学跟中学 都在社区里面的社区 也就是说 你完全可以让小孩步行去上学 那这边的小学是 Cypress Village Elementary School 那位于社区的正中心 我刚刚说过了 那中学呢 是在Jeffrey Trail Middle School 位于这个社区的东北边的这个角落 高中呢 是在不远的Irvine High School 那公立学校这方面的评级呢 Cypress Village 可以说是在四大金刚里面 排名比较后面的 那在这里小镇声明 这一些学校都不是差的 基本上Irvine校区这一些学校 不太会有要让家长担心的 所谓的烂学校 那这三个公立学校 学生的考试成绩都有9分 甚至10分的高分 Irvine High School 它的大学录取率的评级 其实也是有10分的 但是对于一些家长 他们可能对学校排名 有特别讲究的 就可能会考虑其他的社区了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你不想要你的孩子承受像在 Uni High或者是Northwood High School 过度竞争的学习环境 这里可能 不适合你的小孩子哦 那在课外班方面 要接送小孩上课外班的父母 在这里也是非常幸福的 在社区北边有一条 Jeffrey Road 在那边就有一个Plaza 在里面有很多可以提供课外教育的机构 应该可以说是 尔湾的一个补习街吧 这里有提供 跆拳道馆 美术教室 八来一五教室 孙学班 还有电脑的coding 反正你想要你的小孩学什么 先到这一个Plaza转一转你就知道了 好了 接下来我先喝口水 然后讲这里的房子特点 好那刚刚讲的Cypress Village 这里有子宫出租的公寓 那主要是集中在社区北面 那一排紧邻着Jeffrey Trail Middle School 那在可买卖的连排别墅 跟独栋别墅方面呢 这里最早是2012年盖的 这里已经没有新房了 但是十年新的房子 在这边都还是找得到的 那这边房子的外观 其实风格都跟 其他四大金刚社区都挺像的 地中海风格 法式风格 西班牙式 反正就是你在耳腕才看到的那一些 连排公寓方面 这里从最小的 两房两玉1120尺 到最大的有三房3.5玉 1888尺的户型 那不连墙有自己车道的 detached condo 小独栋 最小有三房2.5位玉 1907尺 最大有三房2.5位玉 2193尺的房型 如果你是要找正统的独栋别墅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带自家车道的这种房型呢 最小这里有四房3玉 2262平方英尺 到最大有四房4玉 2923平方英尺的户型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有五个房间 或者是更大的户型的话 可能就要移步到其他社区了 那基本上这里的室内面积都是比较适合年轻家庭自己居住的空间 或者是一家四口居住 可以很舒服的居住空间 然后这个社区里面有一个我很多客人喜欢的户型 它是一个叫做Magnonia的小区 它是一个四房3.5位玉 2880多尺的户型 那这一个户型呢 它一楼的起居空间是非常的开通 非常的舒适 而且它里面还附有华人最喜欢的棕櫥 所以如果你要找这边的房子 这样的户型可以注意一下 那这里的独栋别墅 占地其实都很平均 大多是落在3000尺至4000尺的占地 那你要找占地更大一点面积的独栋别墅 在这里呢 大概率是没有你的菜啦 那这里的房子的格局 因为房子大多是在2014年、2015年、2016年前后盖的 所以房子的室内格局 比较接近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房的布局的样式 然后呢 这里的这个室内圆形拱门的元素会比较少 我们住在里面会感觉室内空间开阔许多 在地税方面 这里的新区开发税还是有的 但是也不多 一年差不多要多付个3000多块左右的新区开发税 那整体的地税在这里 差不多会是在1.2%左右而已 然后我好像有一个东西没讲 对了 差点忘记了 我刚刚说到了Cypress Village East 比较靠近大公园的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有尔湾为数不多的55家退缩社区 那这个社区它叫做Travatta 它算是一个挺新的社区 是2018年开始盖的 它里面有不联强的小毒洞 它有自己的停车道 还有自家的后院 那户型的室内面积最大的有到 3房3.5玉2567平方英尺的户型 那在这里最小呢 也有2房2位玉室内面积1281尺的户型 这个退休社区本身配套都非常的新 都非常的齐全 所以如果你有小孩或者是孙子住在尔湾的话 你自己住在这里大家都可以就近照顾 但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 如果你是对公路噪音比较敏感的族群的话 就不适合住在这里 因为这里其实离133公路还蛮近的 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小镇版本的Cypress Village 这个社区的介绍 那基本上它都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居住 然后房龄相对新地理位置无敌方便的一个社区 买在这里要注意的点就是 因为这里靠高速公路比较近 所以如果你要买这边的物件呢 尽量要避免掉靠高速公路太近的房子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边的独栋别墅 有很多都是比较密集的那种排列 他们可能是似乎人家共用一个车道的那一种 那对很多买家来说 他们会觉得这跟他们想象中的独栋别墅有所差距 好那最后小镇邀请你们在留言处 留下你们对Cypress Village的这个小区的想法 如果你是住在这个小区的居民 更欢迎你们分享一下你们住在这里的实际感受 让大家交流交流 好那在最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小镇的频道 现在可以把它订阅起来 觉得小镇的影片做得还不错的话 帮我按个赞 这样做YouTube的演算法 可以把这个影片推广给更多想要了解 Cypress Village这个社区的族群 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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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